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關於力長數 力長數就是彈力長數 敘述何則錯誤 我們看A 質量粗細相同 越長的彈簧 力長數越大 這個錯了 這個彈簧越長代表什麼呢 代表等於是彈簧串聯的意思 那你串聯起來的彈簧彈力長數會變小 所以這是錯的 上看B 並聯越多條 組合彈簧的力長數越大 這個對啦 並聯的彈簧彈力長數會變大 再我們看C 他說越易深長的彈力長數越小 這個對啦 就是說你越容易深長 就是說你 你同樣的力的話 能夠讓它呢 深長較多的長度 因為F等於KX 你如果這個力量固定的話 那麼它能夠深長比較長的話 代表彈力長度比較小 所以這個是對的 這樣看D 如果擷取彈簧的一段 則彈力長數變大 就是說你一條彈簧 那你重重擷取一段的話 彈簧變小的話 彈力長數變大 這個是對的 一 同質量長度 月初彈簧的力長數的話 越大 就是說 它這個 質量相同 那麼它的這個 同質量 質量相同 長度呢 一樣長 那麼你這個月初的話 它的彈力長度就越大 這個對 所以答案的話 應該是選A 它是選錯的 好